美中关系全面加大恶化的同时 苹果的CEO库克说 他非常看好印度 那月中这两年印度确实是 这一个美国供应链在特意扶植的对象 但是库克这一个公开讲话 基本上是高度具有指标意义 确实我们在上礼拜讲过 去年第四季苹果的营售 这出乎预期的下滑 其中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中国的问题 不管是在生产面或是消费面上 对苹果都产生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 很常一直在追踪说 苹果的整个供应链的外移 可是以前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可能是供应链或是媒体的说法 但是这次最大的不一样 就如刚刚宁关所提到的 是库克自己出来说 其实他看好印度 所以未来要开始往印度去移 所以这个往印度 也基本上包含了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以销售面来说 我们刚刚讲到 去年第四季苹果的整个营收是下滑的 可是在印度市场却是成长 不只是成长 而且成长还是两位数 也就是超过10% 所以今年的第一季 苹果即将在印度开第一家旗舰店 过去苹果其实在印度 其实只有二手的专卖店 并没有直接指引的旗舰店 所以现在这是第一个意义 另外一个因应当然就是生产面的供应的问题 因为目前整个中国问题越来越大 它当然要往外移 印度当然就是一个首选 就印度来说 原本它在整个苹果的供应链 大概只有5%到7%的份额 但是未来大概三年左右就要达到25% 可想而知这个库克真的是非常看好印度 那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另外一家也是美国知名的企业 亚马逊在中国发展的情况 那亚马逊其实在2004年 藉由并购中国的电商公司 进入到中国市场 本来跟其他的外资企业都一样 觉得中国人很多 市场很大 一定可以吃到这块饼 可是这个发展的过程 显然没有预期的顺利 那亚马逊进入中国 它的最高峰是在2011年到2012年 那时候市占率曾经来到15% 可是从此之后就一路下滑 到2019年的时候 整个市占率在中国连一%都不到 那什么原因呢 当然市场上有很多的说法 那但是归纳起来 第一个中国整个物流业 本来就非常非常的竞争 那你电商能不能善用这些物流业 显然亚马逊没有跟到 第二个中国的电商杀价 那常常是杀到剑谷 可是亚马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第三个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中国保护自己的企业 所以你这些外商当然很难活得下去 可是你说这样子 中国本土的企业就比较好过吗 也未必吗 我们看到国美电器 曾几何时也是市场上数一数二的 的狠角色 尤其他的这个创办人 黄光玉曾经也是中国的首富 可是就在去年底 现在国美企业的董事长黄秀宏 其实就是黄光玉的亲妹妹 在这个对员工的公开讲话说 我们今年将会是非常艰困的一年 然后的核心目标 核心药物居然是活下去 哇 曾几何时这么大一家公司 现在居然面临这么大的问题 甚至他早在去年10月就发公开信了 就跟员工说 未来半年你们可能领不到薪水 很少看到有老板这么直白的 那再加上银行早就对他们 断这个贷款的部分 那供应商也一堆欠款的 所以现在国美居然想说 他要办直播 你想一个这么大的电器连锁商 要跟一些网红一样做直播 也是很可怜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中国的网络业 我们知道过去非常非常的发达 可是现在中国工信部公布的数据 告诉我们说 去年中国的互联网营业 整个的营收其实衰退了1.1% 这是从油统计以来第一次出现衰退 如果以类别来说 网约车 旅游 金融跟租房的相关的这些 这个互联网衰退17.5%是最多的 那这个工信部的这个统计 基本上是以年收2000万人民币以上的 都是大肩的 那还产生的这种衰退 那其实真的表示说这个产业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更有问题的当然就是地产的部分 那在就在1月底的时候 IMF公布了全球最新的经济预测 其实IMF是把中国今年的GDP是上调了0.8% 可是IMF又说了一句话 但是未来五年中国的GDP都不会超过4% 甚至五年之后只剩下3.8% 为什么 这个IMF就讲得很直白 就是你的这个地产业出了很大问题 尤其你一大堆的烂尾楼 IMF一讲这个中国的 这个北京政府就很跳脚 可是刘鹤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自己出来说 真的啦这个问题真的很大 有很大很大的危机 所以呢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在中国做不下去 再不要说还有共同富裕这种事情 所以很多的中国富豪就开始外移到哪里去 到新加坡去 那为什么呢 当然第一个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 第二个这个税户又低 再来呢又华人又多 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都跟中国的关系都不错 所以这几年很多中国的有钱人就到新加坡去 所以去年新加坡的前十大富豪里面 有四个就是中国的移民 其中新加坡现在的首富 麦瑞医疗的老板李希廷 现在是这个在新加坡的首富 那其他比较有名的 像海底拉的老板张勇 或是虾皮的创办的李小冬 也都是这些问题 显然的中国内部的问题再不解决 相信我越来越多的富豪想要逃离中国 事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雷蒙多 这一个在线BC的专访 他一方面捍卫台湾的半导体 另外一方面他直接正面证实 他本人除了准备访问印度之外 他们会大规模的协助印度发展半导体 对事实雷蒙多最近非常忙 因为在二月底的时候 他公布美国这个所谓晶片法案相关的 扶持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状况 条件是什么 那紧接着他刚才提到三月多的时候 他要带一个参访团到印度去 因为准备要跟印度加强半导体的合作 那事实上印度半导体的目前 几乎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要赶快跟印度半导体 互相的合作呢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印度的 这个所谓组装厂已经陆陆续续抵达 所以根据这个目前的市场的规划是说 到了2026年的时候呢 印度会本身呢 他整个电子组装的规模会来到3000亿美金 那3000亿美金当然需要非常大量的相关的这个晶片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是有一个晶片的这个状况 而且晶片的规模会从这个之前的273亿 到2026年会到640亿 这成长约模是两倍到三倍左右 所以这等于是有一个先天的条件在那边 另外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我们不要忘记IC半导体叫IC对不对 那要事实上就这个所谓矽谷人都说什么 IC其实是叫做印第亚跟China 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个矽谷里面 他们都知道 有中国人或是华人 他们在运作所谓的晶圆半导体的这个厂里面 都非常有经验 你看像我们台湾的台积电的张忠谋董事长 就是China 他们以前的China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那些人是非常适合做半导体 另外一个India India是什么 印度他们在所谓的半导体的软体跟韧体方面 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跟大家讲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联发科的IC设计公司里面 大概有数百名的印度的工程师 也说全世界都是这样 像Intel或是说很多国家 他们虽然没有到印度去设厂 但是他们都聘用了大量的印度人产 所以那与其这样的话 那就我直接到印度去设厂就好了 印度 因为我们讲你要跟中国切开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需要人才 但是哪里有那么多人才 那看起来就是印度 所以为什么现在印度会变成是全世界 半导体都非常看重的一个市场 连台湾也是一样 像最新的消息 不是我们台湾的鸿海集团 要跟印度的Vadana集团 要建一个所谓半导体公司吗 那这里面来说他们都准备说 要投资大概195亿 这个195亿美金左右 那预计这个金元场是2024年要完工 那你要说不是只有鸿海 现在传言中台积电也可能会去 当然台积电目前为止来说话 可能是用一个技术入股的方式 那目前为止可能 比较有可能会合作的是 印度最大的这个公司 塔塔集团 那甚至连这个黄崇仁董事长的利基电 之前有传言说 他也可能会跟印度互相的合作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印度其实他们有推出一个所谓的晶片的法案 类似印度版的晶片法案 他们也在鼓励这个金元场到那边去设厂 那除了台湾的公司之外 像这个新加坡的很多创统公司 也都到那边去了 那甚至连日本的这个晶片大厂瑞萨 因为瑞萨它主要供这个车用半导体 那目前为止也跟印度的塔塔汽车 在互相的合作 那你更不用讲美国的AMD 美国的Intel 都有可能会去 那甚至连美光也都有可能会去 所以也就是说 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的半导体的 这个下一个险穴的地方 可能会出现在印度的这个状况 好那我就讲 事实上为什么印度会这样子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整个印度的组装 会开始大爆发 现在的iPhone14已经开始在印度组装 那甚至在传言中今年的高规 可能也都会到印度去组装 因为前一阵子 库克都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库克现在面临到的是 整个中国市场在萎缩 人家问他说你未来最看到哪个市场 他就说是印度市场 所以显见他们一定会去印度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我们讲除了华为被打压之外 还有长江存储 那长江存储 最近前一阵不是说 他第二座厂可能就没办法开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最近在进行 整个低润产业不好 所以他也在进行一个裁远的状况 那因为被裁远之后 连带死的接他单的这个 全球第二大的艾克尔的这个封设厂 他也说那因为没有这个长江存储的订单 那我中国员工就放假一个礼拜算了 所以你看到其实目前为止 中美的这个科技战 随了这一次气球事件之后 我觉得更没有回头路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杀得更加猛的一个情绪 是从我刚讲美中的科技大战当中 很大的一个封杀的核心是AI大战 封杀给中国的AI晶片 然而在美国现在上演的AI大战 是Google跟微软的大战 这一回合Google的市值 甚至一天之内蒸发三兆 对没错 事实上在AI里面来说 除了中国跟美国的这个较劲之外 美国里面有两个巨人 就是Google跟这个微软之间的这个大战 那Google跟微软两个都是个 一个是两兆美金 一个是一点多兆美金 这个是富可敌国的两家公司 那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宣战呢 事实上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 美国要跟印度互相合作 大家如果注意到 微软的这个CEO这个纳德拉 还有这个Google的CEO 他们两个都是印度裔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印度在 整个跟美国科技的结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那为什么会引起 现在的这个所谓AI革命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最近有一个软体叫做 一个APP叫ChatGPT 它红遍了这个全世界 我们现在讲它到底多红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要用的TikTok TikTok它的下载人数 到九个月 第九个月才突破一亿次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女生 都会用的这个IG 它是用了大概两年半 才突破一亿次 但是这个ChatGPT 用史上最快的速度 它两个月就突破一亿次 而且现在速度是相当相当快 而且很多人都说 它没有什么收费机制 它现在就说 如果你要用我的更规 更好的规模的时候 更好的这个功能 我年一个月给我收20块美金 所以它已经有收费机制了 就是其实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因为这个层次出来了 因为它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个专访 这个专访就是因为这个ChatGPT 是Google 是微软所投资的 那它现在把这个功能 跟它的这个Bing 它Bing是它的这个搜寻引擎 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对Google来说 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搜寻引擎里面来说的话 Google是吃了93%的市占率 那Bing只有3% 那Google 那个微软的执行长说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我们是要摧毁这个搜寻引擎 所以他如果摧毁搜寻引擎的话 是Google会被摧毁 所以Google很紧张 那为什么他这样说 他说这个整个搜寻引擎里面的广告业务 大概2000亿 那2000亿Google吃了这个93% 我们才吃3% 没关系 我们能吃一点 我们就多了10亿 所以他等于是说用 破坏性的这个状况来杀住这个市场 所以为什么连这个Google都非常紧张 事实上Google一开始 他没有觉得这个很危险 结果没想到Google 把他自己用到他们的内部里面 他们测试的结果 林冠你知道 他们居然通过他们第三级工程师的考试 就是说这个软体 如果拿来做应征的考试 他可以通过第三级的考试 那第三级的考试 据说年薪至少五六百万以上 所以你说这样 Google来说 他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厉害 所以那Google马上就说 那我们也要推出一个 他们前几天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有类似这样一个功能 他就说我展示给大家看 我要跟这个CHATGBT 讲什么的意思 就没有这个不推出来还好 就一推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一开始在网路上 用YouTube影片 就说我们怎么测试他 就他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请问这个所谓哈勃望远镜 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的功能是什么 就没想到他的答案就是说 因为他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拍到太阳系以外照片的行星的这个望远镜 就没想到出过来之后 结果马上就有航家出来打脸 不是这个事实上是欧洲另外一个天文台望远镜拍到 就没想到他讲之后还原本没事 就没想到NASA出来说对 他讲的是错的 那个行家说的才是对 就导致他的股价一天大跌了7% 那天先跌7% 昨天再跌4% 所以这两天他已经跌了10% 市值已经蒸发掉1000多亿 所以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Google会这么紧张 因为这个如果他没有办法止住这个失血的话 对他来讲是真的有可能会上 会整个公司负灭掉 好那我们就讲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牵扯到所谓的中美之间 我们先来讲为什么美国要封中国的包装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说AMD NVIDIA晶片不能够去 那为什么要封 因为这个CHET GBT呢 它里面用的就是1万颗的这个NVIDIA的晶片 串流出来的一个这个超级电脑 所以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也牵扯到美国 为什么要封锁你这个中国这个晶片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那我们讲这个CHET GBT到底多厉害 现在很多人就说 这个微软的比尔盖茨就说 这个可以用来说什么 可以当数学老师 你数学老师也可以用 然后医疗顾问也可以用 还有可以写诗 甚至还有传言说 某个国家的法官还用这个CHET GBT 来写这个所谓判决书 协助你这个审判 那甚至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工程师用CHET GBT 就写出什么辅助的程式 那甚至前几天还有人说 我问这个CHET GBT说 美股哪一天会跌 那有人就说 涨到2月15号最高点 好那我们再看 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们不知道 连股票分析师 抽酷老师的工作可能都会掉掉 就现在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可以问他就对了 那是还有说什么 还已经有传言说 有美国的某一家网路媒体 已经用CHET GBT来写新闻稿 那到底真的还讲 我们不知道 那好 于是说还有人在什么写 什么分析师 一大堆 现在大家都出来 那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讲李开复 李开复他其实也是非常懂这个事情 他就直接说了 此种工作很危险 大家可以仔细听 电话的行销人员 那还有客服人员 这个仓库工人 还有出纳跟营运人员 那电话接线声 还有出纳跟收银员 那素食店的这个业者 洗碗工 还有生产线的实职的这个检查员 还有快递员 这个可能都会被取代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外枪中端 就目前看起来不错 但未来可能会很惨的 四个工作 包括什么销售还有市场研究 研究性质 CHET GBT也写得出来 保险理赔员 保安人员 卡车司机 消费者的这个所谓贷款受理人 就类似是信用贷款的这个部分 然后包括说财经记者跟体育记者 你看这个部分就是这样 还有财务分析师 水果采摘人员 还有专业投资人员 还有什么放射科的医生 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 这个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海啸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你看 CHET GBT已经开始掀起 美国的AI浪潮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除了在美国境内 是微软跟Google大战 这个放更大是中国跟美国大战 因为现在中国包括百度阿里巴巴 他也说我准备要推出 跟CHET GBT类似的 所以才说这个AI大战 不是只有美国国内的大战 这也牵扯到未来全世界资源分配的大战 好我们稍后回来 好维明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印度的媒体追踪 这个苹果家大规模在印度投资 其中很大的整合的伙伴 还包含台商跟台湾的业者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最大的 刚刚提到说 以前最轻松的Cook 那现在Apple好像 在印度开启了一个市场的大门 大家要注意到 其实在去年印度的手机 这个出货量是衰退9% 可是苹果竟然逆势增长11% 而且市占率以5.5个百分点 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了印度人 他们的平均的这个可支配所的 正在提升 所以印度在未来的发展性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一方面 我们除了看到Apple在这里 移转供应链以外 来到印度 另一个地方就是越南 而且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一个东西 叫做连最被动的 笔电供应链都开始迁徙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2022年 越南的成长率 GDP成长率预估是7个百分点 跟前一年的2.6个百分点 比起来是大幅成长 而且与此同时 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跟2021年比起来都是下滑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关注它 那其实越南能够表现这么好 除了就是在疫情后的新常态以外 还有就是全球供应链 受到了美中之间的冲突紧张 所以供应链在移转 那现在越南这个地方 就成为新的代替中国的一个生产基地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中国在清零政策以后 这个制造业是一片萧条 我们现在观察到 温州有90%以上的工厂 现在急需订单 甚至有80%的工厂 随时都有可能停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些生产的订单 被东南亚抢走了 未来还有可能被越南抢走 那么我们看到了说中国在这个地方 除了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外 中国大陆的地方财政 面临到的困境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们正在大量的发行地方 在来因应 今年这个融资大概会来到 4兆元的人民币 所以这就代表了中国的地方财政 仍然还有非常大的下行压力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的银行体系 正在对一般的民众 做所谓的收紧银根 或者是他们要去追踪他们的金流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商业银行里面 你要去存5万元以上的现金 或提5万元以上的现金 你都要做所谓的KYC 那这样子其实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不便 也代表中国政府正在收紧银根 那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了 中国的武汉 在8号的时候爆发了一个抗疫草 就是因为有上万名的退休人员 他们跑到了市政府的面前 就是说我要抗疫 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险支付问题 原本每个月他们可以有补贴 260元人民币 现在一砍直接砍到剩80元 这个医保大家要知道 总共在职的员工目前涵盖2.6亿 那已经退休的是0.9亿 所以中国有3.5亿人 是被这个医保涵盖的 如果这3.5亿人都要出来抗疫的话 中国的政权会不会出现问题 值得我们去观察 那么中国的政府这么的缺钱 这么的穷 原本把手伸进了民营企业的口袋里面 现在伸到自家人公务员的口袋里 原本说他要去查 你这些公务人员有没有兼职 你有兼职我就开罚 那这些公务员原本想说 反正你就只是稍微罚一点小钱 我就认了 结果没有不是小钱 最少要罚60万人民币 最多甚至一次要罚100万元人民币 所以代表的是中国政府 真的是从钱到处都要去挖 挖到自己人身上 那我们看到中国的民众 当然也不是笨蛋 在去年我们帮大家追踪过了 有所谓的房贷的停工潮 就是我不缴房贷 但现在整个情况反过来了 因为市场的利率非常的高 中国的房贷利率 大概是在5.3个百分点 到5.6个百分点 那中国人不想要还这么多的利息钱 所以就开始还钱 那还钱的话 代表银行的烂头寸增加 这个时候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就会出现一些面临到一些困难 那现在房地产市场很弱 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传出来广西省的南宁市 甚至说你要购屋贷款的年龄人的上限 可以来到80岁 你80岁可以去贷款房贷买房子 我没有歧视80岁老人 那如果突然挂了这个贷款怎么办 林冠姐讲到重点了 我们根据中国卫健委的统计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7.93岁 所以你有可能80岁的一贷款 结果你就不小心就走了 所以叫做房贷代代相传 你现在你走了 没关系你的孙子跟你的儿子 可以再来帮忙还房贷 所以儿子就要背这个房贷继承 那当然了你房子 不知道你就是房子要被卖掉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卖不出去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增加他们的销量 这已经是一个不得不的政策了 那我们还过去一段时间 帮大家追踪了所谓的恒大的地产地雷 那这个地雷啊 其实有一个叫做中程信托 他们长时间都是依赖房地产 也是依赖恒大的 现在传出来 他旗下有个信托的产品 偷偷的在书写给恒大 这是一个自救的行为 可是没想到恒大的洞这么的大 这样的自救行为完全没有的用 他16亿元人民币的信托基金 其中有13亿元已经没有办法付 也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出现违约的状况 那烂尾楼的状况也是平传 四川省的梅川市 也有房地产的争议了 什么争议呢 在一开始卖的时候说 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园区会进驻 结果等大家卖完了以后就说 我们没有要盖了 所以这些人就跑到市政府前面去抗议 可是他说这个东西 跟我们市政府没有关系 在未来这种状况一定会更常见 那么在之前我们也帮大家追踪过 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家乐府营运亮出红灯 很多的门市都已经缺货了 特别是整个在过去几年里面 家乐府的门市在中国已经关掉了100多间 现在更有可能传出说 家乐府要直接退出中国市场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还看到了在中国最近出现了 所谓的糖果刺客跟水果刺客 也就是今天你到超市里面拿一颗橘子 结果去付钱的时候 发现他要128元人民币 就像是被抢钱一样 那么我们认为在物价的波动情况之下 对于民间消费的定价也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这在未来都会持续影响中国的消费者信心 好我们稍后回来 董老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内部 冒出各式各样的白法抗争 主要的原因是针对医保的这一个条件跟资格 显然被很多地方政府大砍特砍有关系 是的习近平刚刚说要这个严防系统风险 这个系统风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社会风险 去年年底发生了这个震惊全世界的白子运动 白子运动结束了以后有什么 有鞭炮运动 新年要放鞭炮 鞭炮运动结束了以后有什么 有大白运动 就是说过去中共所雇用的那些防疫 检疫的那些人员我们俗称大白嘛 大规模的被开除 换他们出来抗疫 现在竟然是白法运动 老年人出来了 那这个导火线是什么 就从今年开始 这个中共各个地方政府都在进行所谓的医疗保障改革 简单的说就好像我们的健保改革 不过中共改革的方法很习惯 它是大砍这个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医药的补贴 然后让那个申请的程序更麻烦 然后呢被截留的钱呢 跑去哪里 不知道 所以呢在武汉市 在这个大连市 在安山都有大型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种老人示威 他们集结在政府机关的门口 要什么讨个说法 要给个交代 看起来是那种大型的秋菊打官司 好 本来我们都知道 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过去20年来 第一个看病难 第二个上学难 第三个住房难 所以呢 这个医疗保障改革 过去20年 从温家宝一路到习近平 都在改革中 不过改革的结果 就是说中国的医疗补助 还是少得可怜 你无法相信 以武汉市民来说 他们每个人 每个月呢 有260块钱 人民币的这个医药补助 换算成新台币 1100块 中国的医药费是很贵的 你看过那个 我不是药神 随便 2万5万的人民币啊 每个月260块 这个人民币能买什么药 竟然还改革大砍七成 就是说呢 这个本来是110块台币嘛 被改了以后呢 就不超过400块新台币 每个月 然后呢 这个七成的钱 跑到哪里去呢 各地方成立 各地方政府所成立的 所谓的医保统筹基金 进入这个基金 所以未来老百姓买药 必须集中到医院 你要挂号 你要看病 你要付出医疗费用 你才能买药 所以说这等于是 向老百姓坑钱 等于是向老人榨取 药命钱 所以以武汉来说 武汉的老人 当然通通跑出来了 上万个老人 聚集在那个武汉市的解放大道 中山公园 唱什么歌 唱这个国际歌 唱团结就是力量 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 中共的革命歌曲 那为什么在武汉呢 这个武汉的市民 告诉记者 因为武汉是第一个被封城的 满城血泪 一夜解封 所有的人都感染了 很多老人都去世了 他们现在 中共的政府 现在竟然要扣客 老人的买药钱 回过头来 我刚才讲过 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这个看病难 这个问题 过去20年没有解决 它其实基本上 它有四大问题 就是中国的医疗保险 是有四大问题 第一个既换寡 第二个也换不均 第三个人谋不脏 第四个贪污 就是这四大原因 还要再加第五个 习近平的政策错误 好 我给各位观众一个统计数字 你就会知道匪夷所思 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 占它的GDP的比重 2020年是3.2% 这是全世界最低的比例 然后呢 你无法想象的是 隔一年 2021年 竟然还下降 达到2.96% 世界各国的 这个社会保障的 这个支出 只有增加的 没有人在减少的 那我刚才说 好吧 不到3% 是什么概念 举例来说 法国 是31% 芬兰29% 德国25.9% 日本22.3% 英国20.6% 美国18.7% 我国 毕国 超过20% 你怎么会只有3%呢 然后中国的军费 占GDP的比重 是2% 官方公布是2% 其实应该是4% 因为这个 这个中共的退伍军人 的那个养老费用 中国是把它挪到 那个就是社会保障 所以说你的军费 应该是4% 你的维稳费用 也是4% 都超过这个 社会保障的费用 所以说呢 中国这个畸形的国家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你说中国要崛起 中国要强大 我才不相信 好我们稍后回来 月中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先BC也讨论 这个巴菲特 到底为什么砍台积电 确实 这两天 台湾的投资界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因为对于 巴菲特的投资风格 熟悉的人都很清楚 这个POK下公司 很少会做这么短线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 这其实绝对不是首例 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 他也曾经在当年的 第三季买甲骨文 然后第四季就全部出清 而且跟这次最大不一样是 当时他卖甲骨文的时候 还是赔钱卖 但是你看这次卖台积电 其实大家估算了一下 大家其实还是赚两层出手的 所以基本上他这样子卖 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刚刚在影片 大家看到了美国几个专家 其实大家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我简单的 我规论 大家现在讲的大概三个理由 第一个说 是不是季底作战 因为年底了 不过就我的了解 POK下基本上没有在做这些事 因为他都是长期投资 所以没有在年底作战的 那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在影片里面谈到 那是不是看坏半导体产业 可是你看到同时间台积电是 抱歉 POK下是加码苹果的 那如果他真的是看坏这个产业的话 他怎么会去卖台积电 然后买苹果 而且你看到他简辞的前五名 我去查了一下 除了台积电之外 另外就是动视暴雪 这个线上游戏公司 另外还有两家是银行 那还有一个是保健资讯公司 显然从他的简辞的名单里面 你看不出来他的逻辑所在 那当然这最后一个可能原因 当然就是大家想说 那是不是地缘政治的问题 那这是目前大家推论 是比较有可能的问题 那当然在影片里面也提到说 减持台积电的不是只有 波克下 当然提到了 还有像老虎基金的 甚至是全部都把它卖掉 不过老虎基金 原本持有台积电的ADR 很少 只有131万股 那但是呢 其他几个大咖就卖的更多了 像另外在美国投资公司 GQG 他其实卖掉了1138万股 是仅次于波克下的 那小某也卖了409万股 贝莱德卖了373万股 但是同时间也是有人买 譬如说像桥水富达 德银 瑞银 高盛等等 他们其实是在去年 第四季加码的 所以如果以结果论来说 到目前为止 第四季加码这些公司 其实目前账上都赚得蛮多钱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地缘政治呢 于是有人就去问 巴菲特的这个老战友 也就是在波克下的副董事长的孟格 大家就直接了当讲 那你到底是不是担心地缘政治吗 好 那这个孟格其实没有正面回答 但他第一个先强调说 不用华语台积界绝对是地表上 最强的半导体公司 OK 这是正面的 那至于是不是地缘政治呢 那因为大家想到说 之前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那孟格就说 哎呀 那看起来就是小菜一点 他指的是说这个乌克兰呢 看起来是比较容易被攻击的 可是他有强调哦 台湾不是小菜一点 所以显然的 他没有明确回答 但是有点是间接就否认说 其实我是担心地缘政治的问题 那到底怎么样呢 大家可能就要等到正式的这个台积电的股东会的时候 他可能 抱歉 这个波下股东会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再做说明 好 那习近平最近真的很想很常在谈话 因为从前面几位来宾大家也提到 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 其中经济是大家所关心的 所以习近平最近就才是说 哎呀 现在的经济问题呢 总归来说呢 问题是出在总需求不足 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 很抱歉我必须讲 你根本就是倒果为因了嘛 你是有一大堆的问题才导致总需求不足 而不是总需求不足才导致那些问题 显然你对经济学一点概念都没有 好 那在习近平讲这些话呢 所以他说我们要扩大消费 要政府要想政策去激励投资 更重要的是 他说要想办法把外资给找回来 要吸引外资回来 好 可是问题是 你把外资赶走的也是你嘛 那你现在要把外资找回来 那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等着看了 好 那我们再看到现在在中国的企业 那问题非常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几个大公司陆续出走之外 现在又有一家公司有问题的就是安谋 好 那安谋在中国的子公司呢 安谋中国 那事实上他其实在已经把一部分的股权 卖给中国中资 所以说他现在呢 以股权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中国的独立公司 可是实际上还是安谋 他们在负责经营 好 那现在传出来这家公司呢 要准备要裁员 那有裁员 大家问说你怎么要裁员呢 他也直接了当地说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美国的制裁导致他们都没有生意了 所以不得不裁员 因为他们把很多的订单转到其他的分公司去 那这家问题 那你会不会把整个牵走呢 他有说 这其实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好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公司 艾克尔也是一样 大家知道艾克尔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封测公司 就仅次于我们台湾的日月光 他不是裁员 他是什么 他是说因为没有订单 所以我们要放长假 所以他从2月27号到3月5号 他的上海厂要放长假 而且讲得很清楚 官网就直接说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订单 就是因为美中 美国制裁的关系 害我们没有订单 好 所以大家也不禁问他 那你有没有要裁员 那你有没有要把公司牵走 不过这个部分 艾克尔就说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只是暂时先放个家而已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在上海的这个欧亚商会 他们最近发布了一个报告 就是叫做上海建议书 那就去对这些这个会员 也就是说来欧洲的企业 在上海的这些公司 问他说 有多少人还想继续留在上海的 结果非常可怕 居然只有12%的欧气 想要继续留在上海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 中国法拍屋的问题 我们在之前一直在讲到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问题 非常非常大 包含习近平 刚刚我们提到 习近平的最近的这个谈话 也在讲到说 中国的这个地产的问题 是一个地雷 结果现在出来一个数据 中国去年的法拍屋 69.6万户是再创新高 而且年增率高达35.7% 更糟糕的是这些房子 没有人要买 因为实际有拍出来这么多 量增加这么多 可是实际成交的 却只有11.8万户 换句话说就是 连20%不到的成交量 所以这个成交量 是大幅的缩减 那代表是 大家不敢接手 因为这个房价 已经这么低了 那所以中国当然 还要想办法来刺激 所以现在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我延长房贷的年限 那这个延长就很夸张了 我先查了一下 台湾的规定 台湾基本上 在你就要做房贷的话 大概就是年龄 将你的贷款期限 加财不高过75 比如说你50岁 那你最多就是 只能贷25年 好 可是现在中国居然有银行 比如说中国的中信银的南宁分行 现在把贷款年限提高到80岁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成都的有限银行 居然把它提高到90岁 而且还跟你说 你可以最多贷30年 那90加30 不就100年才会 对对对 100年 我查了一下 中国的这个去年的 平均人民的寿命是78岁 台湾是81.2岁 还不止这样子 工商银行 龙头 他们现在居然推一个产品 叫接力贷 什么叫接力贷 父母亲这辈还不完 子女继续还 所以他们最多可以75岁 再加30年 也是105岁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好 是从我们刚看到 巴菲特直接公告 他大举出脱台积电股票 这个引发华尔街 跟美国财经媒体 大规模的讨论 那当然台北股市今天 这一个投资人也非常关心 对 没错 事实上今天大家最关心的议题 大概就是巴菲特出手 卖掉了台积电的持股 那也一口气 因为他在公告之后 让美国ADI盘后就下跌了4%到5% 所以连带今天台积电中场跌了20块 跌了3.67% 整个台股今天也因为这样跌了221点 那事实上为什么会引起大家关注 因为巴菲特大家都认为说 他不是就是要爆股的话 就会买很久吗 对不对 他曾经说过 如果要持有一档股票的话 他如果要买一档股票的话 要想要持有他10年 就没想到才一个季度 那何时巴菲特变成是所谓 格际冲的高手 那主要是这样 因为他在第三季的时候 买了大概6,050万股左右的台积电 那当时是花了大概40多亿的美金 就公布了最新季度 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把台积电的这个股票 从6000多万股 砍到剩下829万股 那这干月末是把月末 接近9成的股票都砍光 80几%的股票都砍光光 那就有人帮他算 事实上如果以他的这个 进出场点的时候 他的进场点大概平均是68.5 那出场点是74.5 那月末还是有小赚 小赚1 2亿美金左右 那如果用这个今天收盘价的台积电的这个ADR价格是97.96 跟他的出场点就20多块美金 就有人说你这样子可能出太早 你大概可能第一季 因为第一季台积电也有涨了30亿% 所以大概约莫是少了14亿美金左右的获利 但是无论如何 巴菲特卖的确还是引起台湾人的注意 那巴菲特不是只有卖台积电 他在上个季度也卖了合众银行的90%的持股 那也还有这个纽约梅隆银行 大概减了大概原本的这个60%左右的持股 但是对于苹果呢 他反而是增持了32亿美金左右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巴菲特 为什么这样说 当然巴菲特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就有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投资专家福克斯 他就说其实台积电算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个龙头股 他特别举到了说 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 台积电的其实本身的营收成长非常高 甚至是连他的这个这个毛利率 还能够拉升到59.6% 那目前的整体的本益比14倍 也比相较于这个资讯产业的25倍 还有这个晶片产业的16倍都低 不过当然很多人就认为说 他会卖台积电很大一部分 可能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好那除了这个巴菲特卖之外 事实上也有人加码像桥水 桥水那反而是在第四季增持了3万多股的这个台积电 不过这个比例算是不高 那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说 纽约的退休基金在卖台积电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的重要的基金里面来说的话 大部分是减持台积电 那比较少数是买这个台积电的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不过呢 除了台积电这个被这个巴菲特卖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大一个消息 因为裴洛西在这几天接受了美国的这个Politico的这个专访 那这个专访里面他讲到了这个去年的这个第四季 去年他来台湾的时候 跟张忠某还有一些国内的业者 还有跟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 还有这个蔡英文总统等等的那一场午夜 他讲到那一场午夜里面来说 他说了 这个张忠某曾经跟他说了 美国不要太天真 不要以为说 他说Don't to naive这样的状况 他说不要以为你花钱 就可以让美国的整个半导体就可以起来 那主要我们就讲那一天的是午夜 那当然裴洛西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人参加的这个午夜 就是这个午夜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裴洛西当然他看到 好不好看到张忠某 当然就跟他聊天 就说你对我们美国的半导体的看法是怎么样 就没有张忠某就画夹子开就开始讲 那听说怎样 听他讲到有点激动 连他的老婆张淑芬都说 不要再讲了 就要少讲一点 结果没想到后来蔡英文总统说 没关系让他讲 就是他就是敢讲这样的状况 那裴洛西好像就听他讲 那他主要讲什么 他说你美国做这个500亿 好像是很好对不对 但是一点都没有用 他说你美国这个500亿美金 这没办法 你如果真的要让美国 今天会复苏来说的话 你投资台湾的安全才比较重要 就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 过去你要美国要做东西 台湾都已经过 花二三十年把它做完了 那你说美国你要人才没人才 那你要相关的配套措施 都没有配套措施 他说这绝对是 不可能完成一件事 那讲这件事 裴洛西他就说 他很敬畏这个张忠某 所以他也就听完他的话 但是他听完的话 他的话之后 他还是跟张忠某说 我们美国还是要做 他还是说 我有他跟这个记者的说 我有传达说 我们美国要做到底的这个决心 所以看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裴洛西的立场里面 他也说 当然他告诉了这个美国人 就说张忠某 其实没有很看好 我们美国的这个 目前相关的半导体的这个发展 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张忠某直接就讲 他说你就直接投资 台湾的安全就好 所以显然他 在告诉裴洛西的是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 晶片安全 就是台湾安全是最重要 那这个当然跟巴菲特 卖台积电的股票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看法 那么在讲 事实上为什么我们就说 我们很希望巴菲特 是卖台积电卖错 事实上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就是巴菲特过去 在看电子产业 他有时候看的不是很准 比如他去年接受媒体访问 他就说 我也没想到伊隆马斯克会成功 特斯拉他看周演 在之前 Google他也看周演 亚马逊他也看周演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 巴菲特也会看周演台积电 为什么 你看他 他买了很多苹果对不对 但是苹果目前为止 所有的晶片 几乎都依赖给台积电做 包括说除了他的这个 A系列的处理器 他的电源管理IC 音频 连接器线 触控IC 甚至他未来要做 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网通IC 大部分都是给台积电代工 所以你如果看好苹果 那你为什么不会看好台积电呢 事实上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中国AI大外宣 对没错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美国主流媒体都已经播到 都报到这个新闻 主要是因为他们目前为止 美国有一家这个 算是这个平台公司 他发现到的多 这个目前为止 在网路上有一个叫 Wolf News这个频道 那这个频道呢 他用这个所谓两个主播 你看这两个主播 其实就是美国人 但是他们是用 其实用AI生成的这个假主播 然后他们用这个假主播来播 用AI的方式播 那播的都是一些 当然是播的新闻是真的 但主要就是播一些 就是说中国多美好 那美国多糟糕 比如说播一些什么美国的这个 枪支暴力一年死了多少人 那美国的防疫不利 整整一个消息 然后就说中国是怎样好棒棒的 这样一个状况 那实际上这个主要就是 中国用所谓的AI技术 用假主播 然后到美国的平台上面来说话 制造很多的假主播 来宣传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方式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其实最近AI是相当的红 比如说像这几天大家都在讲说 你如果看这几天的网路上 都有人用AI生成什么照片 甚至还有艺人 跟这个作家在那边互相杠来杠去 所以这其实目前为止 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那我们一般人可以用AI来生成 一个假图片 那中国当然有办法用AI来生成一个 这个所谓的假的主播 这个一点也不意外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为什么大家会重视AI 除了因为AI的假主播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那个ChatGBT 就是这个OpenAI这个APP 现在太红了 所以太红了之后 就现在连这个中国都要用 这个所谓的中国版的ChatGBT 就连这个百度 百度他们就说 我们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这个文心一言 准备在未来两三个月内 一两个月内会推出 那当然 因为这就很多人会担心 这是以后你问什么 比如说你在中国里面用这个AI机器人 他一定都回答党的好处 他不可能回答党不好的这个状况 所以会不会就变成是说 你反而这个中国的AI机器人 会变成是中国版的大内宣 或是中国的统战的方式 会不会用这个AI机器人 比如说台湾有用到的时候 那可以用这个来当一些统战的这个工具 那这个的确 未来这个发展 我觉得值得大家观察 那也因为这个中国也看到这个AI的威力 所以包括说像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政府就说 我们目前为止的 我们要卯足全力来支持中国AI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状况 甚至呢 因为政府的支持之下 现在很多企业也要全力的发展 除了刚才讲的Google 百度之外 还有包括阿里巴巴 那除了还有谁 还有美团 美团的这个联合创办人王慧文 他之前 最近他就说 我美团 我这个业务可能就暂时摆一边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中国版的OpenAI 也就是说他要做的也是类似一个 这个聊天机器人这样一个状况 虽然其实现在中国都积极在布局这个方面 那当然未来可能对台湾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 那台湾当然我们目前为止 台湾也要打造台湾版的ChackGPT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其实额外的话发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几天网路上也炸锅 就是有人用了这个ChackGPT问他说 这个请问呢 这个何时中国会统一台湾 那这个问题就是很有意思嘛 就没想到ChackGPT回答说 谁统一谁不知道 最后一定是先进统一落后 文明统一野蛮 就没想到他这个问题 他回答得很好 对啊 他回答得很好 比侯友宜好 侯友宜只会讲呵呵做事 对但是没想到这个中国民众好像不满意这个 他最后就把这个App就直接登出了 那这件事情就在网路上炸锅 说他讲也没有错啊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当然这个ChackGPT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缺陷 还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AI时代来临毫无疑问 这已经是确定了一件事情 好那宏达 所以你们做了很多相关的专题 这确实可能是科技产业的新革命 我想ChackGP代表这个AI又到了一个拐点 AI是一个十年二十年的大趋势 那这个我们现在要先认识创造他的公司 叫做OpenAI 以下这个照片是他们的创办人 那我们就测试一下说 让Open那个 那个ChackGPT来整理一下韩国历任的总统 其实结果蛮好玩的 各位用AI的时候 现在要先相信一件事 他看起来形式很不错 不过不要完全相信他 像这里面有一个错误 比如说这个金大宗 其实是1998年到2003 他有些年份写错 不过形式看起来很像 但是第二个部分 他最厉害的就是 他讲话其实现在看起来 这样很像人咯 我们就请他写一段故事 如果是写一段这个吐司跟热狗 在这个台北101决战 你在网络上搜寻不到 这样的东西嘛 对 他还真的写出来咯 那他写怎么写呢 他就写说 这个吐司跟热狗去101观光 然后呢 这个吐司挑战热狗 然后最后他们决战 决战结束之后呢 两个人的友谊 还这个增进了 不过你发现这个AI这里面 还是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好好再进步一下 因为他是从观景台 跑到顶 他可能写的时候 没有欠考虑 可是确的GDP 真的还可以做蛮多的事情 我们自己去测试 比如说叫你写程式 我们就自己觉得 请你用这个Physen 教我怎么化缘 他就告诉你要哪个韩式 要怎么写 基本上这韩式这些应用 都没有错 甚至他可以帮你 我不会写 或我写错 我丢进去 他告诉你错在哪里 或这一段应该怎么写 他会帮你解释 那很多过去不会的 比如现在我们在跟同事讨论的时候 大家在说 他的小孩最近写履历表 都用Trade GDP 我也去试一下 如果我跟他说 帮我写一份履历表 他是丢给你一个履历表格式 你只要把里面填上去就好了 而且最厉害的是 如果他不会回答的问题 他会选择说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跟过去的AI 很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OpenAI这个公司 并不是只有GDP OpenGDP这个服务 GPT这个服务叫做 语言模型生成器 他意思是说 他生成的内容会让你觉得 你好像真的在跟一个人讲话 所以我们不是只刚刚看 刚刚那个deepfake 以后你如果电话拿起来 你应对 他都可以把内容生成的 这么有说服力的话 可能他以后用AI 就可以跟你对答 这个公司除了讲内容之外 他就刚刚讲绘图 他也开始用语言自动生成 然后呢 这个他还可以自动帮你写程式 你只要讲说 我要做什么什么的 帮我写成一段程式 他自动生给你 然后最有趣的是 有人把他拿去考国中会考 发现两科不及格 我们刚刚去测试一下 真的你如果很仔细的去跟他对 他好像目前五科 还没有买一科满分 可是他可能会进化 他会进化 他如果再进化之后 他下一次搞不好国中会考 就可以及格过关 所以这个是害怕的 从AlphaGo到现在 其实AI的进化很厉害 而且关键还是在看 你怎么问问题 像我问他一个问题 最新的Dowjones指数是多少 他在回答就是 我只能达到2021年9月的资料 他还没全力发挥 那他如果Data Base有更新到今天 他就可能可以回答 今天收盘价了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考不及格了 因为他的课本只有到2021年9月 所以AI真的是很重要 那你看 这个不知只有OpenAI这个公司 其实现在竞争非常的激烈 我们有去试 这个东西叫做Meet Journey 可以回到上一个图板吗 我们就给他的一个答案 题目叫做 请帮我画一个美女 是戴眼镜的 然后不同角度 左边 对 两分钟马上生成 挺好的 其实很漂亮 对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竞争 我们刚刚看到 好像这个画这个101的风格 跟这又不一样 所以以后会不会 你要美一点 要唯美 要浪漫 要写实风 要印象派 不同的AI开始就出来了 对 而且你现在左边是红发 要黑发 要金发 都可以 颜色直接换了就好了 而且现在是免费 这个是免费生成的 所以有很多的服务就开始跑出来了 那像这个解数学的题目 画图写程式 自拍 甚至说盲人说 我这个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我拍下来 你帮我看 他都可以念给你 Google我们都知道强大的公司 可是你去看纽约时报 有时候发现说 其实Google早就知道有这个技术了 但是他不愿意把它改成 确的GDP 为什么 我要搜寻关键字 我才能够置入广告 你如果 我都不用 我都不用看了 一来就直接是答案 那其实你的那个生意整个就是改变了 再更有趣的是 其实出现了反AI的工具 因为以后我的这个作业什么 我全部都用确的GDP 写老师怎么分辨 所以美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 产生了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 GPT Zero 检查这个里面文本 有没有AI自动产生的内容 我刚刚也是爆红 因为一大堆老师觉得这实在很有需要 然后呢 这个ChatGDP就引发了这些巨头之间的大战 像这个微软 微软说 我这个整个 我就是要这个Google手中的这个搜寻市场 你只要打问题 我就一样可以把这个回答给你 那这个Google啊 Meta 大家都在做这个部分 那其实现在大家就觉得 这个AI的iPhone时刻 其实是来了 这个黄仁勋所说的 那各位知道 我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AI进步这么快 它后面叫做对抗生成的这个模式 意思就是说 以前的AI训练 叫人工智慧 网友都笑说 这叫工人智慧 应该是人去标的 但是这个生成对抗什么意思呢 我一组 我把AI分成两组 就像阿发购后来是 两个阿发购对象 进步更快 OK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一个是产生组 就是画一个图 我有一个图呢 曾经学过就是说 戴眼镜的美女长什么样子 他有真实的图片 另外一个呢 就是想办法去揣摩说 我用AI我要怎么样画的接近他 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像 两个去对抗 对抗之后最接近的结果 来给你看 所以他就自己训练自己越来越强 这叫对抗生成 有点像台湾当年 也有金颜双雄的竞争 然后也有像武侠巧说 这个倚天屠龙 那倚天屠龙对坐的话 双方的武侠功力都会大增 倚天舰对屠龙到最强就出现了 后不收获了